由我国佛光山举办的大马好万人圣会 这个星期天将在雪州沙亚南美拉华地体育馆举行 佛光山新马印太教区总住持绝成法师说 这场睽違三年复办的活动获得热烈的反响 一万张门票已经派完 当天除了会缅怀已故星云大师 也会有三规五界典礼和大型音乐圣会 佛光山总住持新保法师 也会参与其胜弘扬佛法 跨别三年 五国佛光山再度举办大马好圣会 这次除了会遵循传统举办三规五界典礼 人间姻缘及文化表演之外 同时也会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 和以往一样 这场活动获得公众热烈回响 佛光山新马印太教区总住持绝成法师说 大马好门票已经派完 预计到时候会有上万人参与其胜 学生法师也点出 这一届大马好活动得到教育部支持 让参与活动的学生获得额外课外活动学分 鼓励更多青年加入 接触正面价值观之外 也能为这场活动注入生气和动力 现在教育部也需要许多的一些NGO团体来协助 来鼓励中学生在心灵上的提升 跟正向的鼓励 所以法博上这次来 通过三规五界也好 或是后面的人间议员 也是一定给青年们带来许多正向的鼓励 当然这整个活动就是刚才法博上说的 元席大师的精神给马来西亚的关怀 上一次举办大马好是在2019年 之后因为新冠疫情停办三年 这一次会在4月23号 同样是在沙亚南美拉华地市内体育馆进行 而举办了多场大马好 几乎每次都是作物虚席 人潮爆满 国光山总主持新保法师指出 大马好活动每一次都能触及许多群众 确实意义非凡 而所有佛光山出家弟子里 马来西亚籍弟子就占了很大比例 因此他大赞国人这一份难得热忱 希望能一直持续下去 大师也了解到 马来西亚人有这份热心热忱 所以在很多台湾以外的这些海外导臺 很多法师都是马来西亚籍 我觉得这个是 不管在红华上 不管在推动人间国教的理念当中 那么马来西亚人可以说 贡献非常的大 决城法师也指出 星云大师生前曾多次到访我国红法 包括出席多届大马好三规五届典礼 与这块土地结下深厚缘分 虽然大师的离去让许多人感到不舍 但他认为世人能翻阅星云大师 已留下的著作 接触大师的哲学和智慧 新宝法师也表示 尽管星云大师原济了 但在全球众多佛光山分会 像是在西方的西来寺 法华禅寺 或是在马来西亚的东禅寺等等 其实都是星云大师的法身所在 马度空间 余伟健 巴达林在野报道 发掌 предлож访 槍